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焦筑古色 有一个齐国人跟赵国人学习弹奏 这个人总想投机取巧 他不去刻苦钻研古色的技术 而是依照赵国人预先调好了的音调 把色上调音的短筑用焦固定起来 以为这样就可以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乡 回家后他摆弄了几年 却总是弹不出一支曲子来 齐国人觉得很奇怪 他去跟赵国人学谈色 怎么回来却弹不出个曲子 真是奇怪 后来有人从赵地来 齐地人就向他打听是怎么回事 这才知道这个齐人在赵国的举动是多么愚蠢 学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必须实实在在 来不得半点虚伪和投机 要想学到一门技术 就必须循序渐进 刻苦学习 绝不能像这位齐人一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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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